欢迎来到生物技术私域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医学科学中的微学习视频 肾脏疾病也称为肾病 是指一组影响肾脏及其正常运作能力的病症 肾脏是过滤血液中废物和多余液体并产生尿液的重要器官 肾脏疾病的范围从轻微到严重 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 肾病有多种类型 每种都有其自身的病因 症状和治疗方法 一些最常见的肾脏疾病包括慢性肾病 急性肾损伤、肾小球肾炎和肾结石 慢性肾脏病CKD是一种长期病症 发生在肾脏受损且无法正常过滤血液时 它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遗传疾病 CKD可以在多年内缓慢进展 并最终导致肾衰竭 急性肾损伤 OK是肾功能突然严重下降 它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包括感染、药物和脱水 OK可以迅速发展 需要立即就医以防止肾衰竭 肾小球肾炎是一种影响肾小球的肾脏疾病 肾小球是肾脏中过滤血液中肺物的微小血管 它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包括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遗传疾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 肾小球肾炎会导致肾衰竭 肾结时是在肾脏中形成的坚硬矿物质沉积物 可引起剧烈疼痛和不适 它们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包括脱水、高盐摄入和某些药物 肾病有多种危险因素 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吸烟和肾病家族时 某些风险因素 例如年龄和遗传无法改变 但可以改变其他因素 例如生活方式因素 以降低患肾病的风险 肾脏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包括改变生活方式 药物治疗和医疗程序 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保持健康的饮食 保持水分 避免吸烟和定期锻炼 药物可以帮助控制症状 并减缓肾脏疾病的进展 在严重的肾病病例中 可能需要医疗程序 例如透析和肾移植 总之 肾脏疾病是一种严重且常见的健康问题 影响着全世界数百万人 他们会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导致肾衰竭 然而 通过适当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许多人可以控制他们的肾脏疾病 并过上健康和积极的生活 如果您担心自己的肾脏健康 请务必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并采取措施降低患肾病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